你不去找工作 我去找工作 你不去上班 我去上班 我就是让你给我做一点热的饭菜吃 要求高吗 你干吗退三主次的 你笑什么 小弟 这么多年啊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在困扰就老 就是 就是你笑起来好看呢 还是生气的时候好看 他们就像两个恶魔压在我的肩膀上 天天打架 但这么长时间 始终都没有分出一个胜负 怎么还真行 明天开始 我要去瓜皮的公司上班了 真的 不是做办公室啊 就去当一个小维修工 就管管水电什么的 因为每天我都要五点半下班 回到家怎么样也得六点半啊 所以我不能保证 每天都能给你做晚饭 但只要我有时间 我去给你做晚饭 我还做所有的家务 只要我能做的我全都做 原来是因为这个啊 我还以为你是爱面子 懒得给我做你 来吧 我错过你了老公 赵爹 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不会轻易答应的 但是 我犯了错误 我一定会想办法去补救的 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 才可以过回原来那样的生活 但是我向你保证 我只要有十分的力气 我不会只花九点五分的 你相信我吧 我相信 干杯 老公 关心 关心 喂 哪位啊 是我 真的 怎么了 朱新宇 逮着了 真的 郭队 我们不会只能拿回 挣点钱吧 这笔聚会的款子 是嫌疑人在太豪之前 从公司的账户当中 直接给划好的 这占全部集资款当中的 很小的一笔啊 预款的税缴 我们会经历的 我明白 但是毕竟二十万呢 你现在就 现在知道心疼了吧 当初投资的时候 为何不灿烂眼睛呢 你们先回吧 有什么情况我及时告诉你们的 郭队 那个退休的老师傅 乐马福 他追回了多少 是这样的 我们是按照 集资人参与的比例 来进行 这样的一种清退的 你们二十万 只追回了两万五 他能追回多少 你们自己算一下就清楚了 那没多少钱啊 你们认识他吗 我们之前一个单位的 他是我师父 那是应该对他 要好好注意一下了 就单日子啊 每隔一天 他就来追问一次啊 我看他的精神呢不太好 这个案子老大 要死要活的 可不止他一个人了 乐师傅要知道 只能拿回来这点钱 他不会又去跳楼吧 少爹 我可淋巴巴的看什么干嘛 要不我们帮帮乐师傅吧 你现在不要动内心歪脑机 好不好 少爹你想啊 乐师傅万一想不开 他又去跳楼了呢 他在这儿跳 他跑到楼顶上跳 那人民去常为人民 大家肯定就拦着他 他想不开 他去跳黄埔箱怎么办 他万一要是想开了呢 他哪儿都不想跳了 就算他想开了 他就拿回那点钱 他们一家三口 你想老的老 病的病 残的残 这日子怎么过啊 对不对 那咱们要是把钱给他了 咱俩那日子怎么过 咱俩不怕啊 你刚才听郭队说了吗 他们会陆续帮我们 找回那些剩下的钱 而且我们两个 两个都有工资 这双职工啊 在怕什么呀 对不对 就你心善 就你嘴角 我听你的还不行 都说我老婆 这个人美心善 这一点没说错 行行行行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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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是 我也没想到这回 可以拿回这么多钱 师傅 这就不错了 您啊 多给警察通知点时间 好吧 对 这回啊 我们谁都不折腾了 就把钱存在银行里 行 那挂了啊 有空咱们去喝面条 好 这个老子乐了 这回乐师傅高兴快了吧 高兴 你们听的那腔调 都快唱起来了 是吗 你说这钱这个东西啊 可真的是有魔力 怎么能让人逼成这样呢 时好时坏 时香时臭 难以琢磨眼 他不止全招 老朋友 都太失陪了 我知道 没事 好 跟你说 我编着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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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活啊 别干了 咱们换工作吧 挂什么呀 小时工啊 还是收医员呢 依我这个年龄啊 爸 也就这样 我女儿啊 总算是扶姥姥 谁说我扶姥姥 我是面真现实的 我们是罗处那个汤经理 其实他跟我差不多大 见面就喊李姐 他把我叫姥姥 烦死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呢 这个陈衍啊 打住啊 你见着陈衍 你可千万别跟她提这个事 现在对于陈衍来说很重要的 她正是在恢复自信的阶段 这个时候你要再踏上一跤 你还让不让她翻身了 那她知道你干这个活 她不心疼你 她不知道啊 我跟她说我是销售 我怕她内疚 你呀 爸 你不用太担心我 其实过段时间可能就好了 就清闲了 不会那么忙了 说不定 上面还能给我调调岗呢 要不这样 爸给你签 你开个服装店 直接加盟你妹妹的那个公司品牌 从她那儿拿货不就完了吗 算了吧 我可不是那块料 你也别跟来地提这些事啊 我就想靠自己不靠别人 我这样挺好的 靠自己 嗯 说得容易 爸 其实陈也现在挺好 变化特别大 有点像 我刚认识她那会儿 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就是个穷光带 就你把她当快宝 就是宝 穷怎么了 我们穷 但是穷得还有精气神啊 骑着我们的凤凰二八 兜兜风 压压马路 别提多精神了 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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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滩上 找不出比你更港的人了 等着啊